消息华本港新增超过70宗新冠肺炎确诊 对于疫情持续严峻 政府专家顾问许雪昌认为 已经收紧的防疫措施未完全奏效 建议若果确诊数字高期 措施星期三届满之后至少延长甚至加热 包括强制关闭非紧急商店 或者缩短商场的营业时间 新冠肺炎确诊数字高期 已经收紧的防疫措施 星期三平安的前夕戒门 政府专家顾问许雪昌在本台节目 讲清讲楚话 如果未来几天 确诊数字仍然在高商位数 甚至是三位数 一定要延长 甚至考虑加热 包括强制关闭理发店 服装店等等非紧急的商店 或者缩短商场营业时间 去到最多6至8个钟 现在看到礼拜一至礼拜五 市面是少了人流的 但一到礼拜六又多车又多人 商场是很多人 所以始终市民都不是很配合到 如果我们减不了社区人流 就很难截团传播链 如果你已经行过措施 市民又配合不到 可能都可以考虑禁足令 麦尔本他们曾经做过六个礼拜 差不多是戒业 有些钟数让你出去跑步一个钟 之后就要在家里 他认为学校是否在圣诞假期之后 恢复面授课程也不宜过急 近期越来越多声音 要求强制全民检测 许树昌说最新的判断 仍然是觉得不可行 一来要配合居家令 质疑各界是否肯支持 就算只是做全民检测 找到隐形确诊者 也很难令这波的确诊数字回落 疫苗方面 他说内地呼吸疫苗 星期三会公布第三期的临床测试数据 相关委员会下个月初开会检视 决定是否批准用 预料最快下个月中 去到月底才可以打 母线电视机长陈家印报道